开个箱 这是一款无线鼠标 看到标题你们就知道是什么 我之前的鼠标是罗技的G502 买这个鼠标也是经过我两天的调查 最后选择了它 排除了罗技的MASTER 3S狗屁王一代 这两个都是五六百块钱价位的 还排除了罗技的304以及502 送了一个鼠标垫 一看就不像真的 不过在屏幕上效果还是不错的 想不到吧 是一个这样的 这是雷蛇的ProClick简包95新 全套配件赠送鼠标垫 花了259 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选择立场 我之前用的是罗技G502有线版RTB 用了8年了 平均两年换一次微动 每次换微动大概需要三四十块钱 四五十块钱算是运费 说白了就是用腻了 其实G502还是挺好用的 本来我想买罗技的MASTER 3 就是大师3S 那也是我一个朋友极力推荐的 他也准备买一个3S 这是2.4G的接收器 其实这是一款老鼠标了 我看新闻都是2020年的 现在全新的价格是400多块钱 我这个是电商退货版 说白了就是二手 是比较新的二手 基本上没怎么用过的 因为用过的鼠标比较多了 也不在乎这个 为什么买这个二手呢 因为这是个老鼠标 如果是新款去年出的 我肯定买全新的了 这个鼠标叫Pro-Click雷蛇的 它一共有三种模式 一个是充电线 这是原装的 还有一个是2.4G 还有蓝牙 蓝牙就算了 我还是用2.4G吧 在咸鱼上 如果没有这个接收器的版本 是188 2.4G比蓝牙要更好一些 所以说我选择的是2.4G 多花了点 它还有一个是200出头 是一个九成型 比这个橙色要差一些 选一个橙色好的吧 网上还有这款主标99新的 好像是小400块钱 我觉得没那个必要 这个基本上比原价降了一半 我觉得还是挺值的 先体验体验 那为什么没选狗屁王呢 开始我特别想选狗屁王 那种micro USB 而且两边带一个槽的 只能配雷蛇夹的东西 这点我之前有调查 也可以接线使用 因为狗屁王的各种性能都不错 而且样子也不错 我也没用过 特别想用 后来想 咱又不打电竞对吧 另外狗屁王好像是2018年的 比这个还要早两年 另外它那个样子 我也不是特别的喜欢 这个样子我是一眼就想中了 特别是从它那个官网的那个主图 回头我放到屏幕上 特别漂亮 它这个设计是人体工学的一个公司给做的 好像还挺有名的 它这个造型和逻辑的 Master 3S是差不多的 都是有一点倾斜 这样会比较舒服 这是我的G102 第一代 那现在说是为什么没选Master 3S 价位都差不多 都是四五百块钱 因为3S它的回报率 一秒钟125赫兹 有点低 如果配合高DPI的话 会有点发飘 这个鼠标是1000赫兹的回报率 比那个要好很多 现在这鼠标都是1000赫兹的回报率 包括G502也是 唯独那个Master 3不是 但是Master 3它是办公系列里边的顶级旗舰 居然还用这个 估计逻辑有自己的考量吧 有可能是挤压膏 这个是没新款 要有新款的话 我肯定来一个新款 600块钱的 没新款就先这么用了 通常电开 现在插上书记线了 红灯里边没电了 先让它充一会电 我把这三位鼠标放在一起 对比一下 G502其实也有点侧手的感觉 但是呢 还是这个更舒服 舒服在哪呢 一个是左侧 都是内肤的材质 真的很舒服 然后右侧这个大面积的 都是内肤的材质 我的无名指很好的贴合 这个感觉难以形容 就是舒服 然后这个位置呢 也没有顶手心 如果我用G502 时间长的是有点顶手心的 就是顶这个位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顶 用了这么多年了 也没发现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跟这个一比 其实这个感觉好像比它要个大一些 但是是舒服一些 我把G502的配重都给去掉了 用了八年 其实没有八年 前两年是一个不带灯的 第一批的502 然后用了两年微动坏了 官方给我换了一个新的 是带RGB的 然后一直用到现在 当时好像是质保三年 我最早买的那个 是罗技的MX620吧 是无线鼠标 在2007年我就体验过了 大概也用了八年 换过几次微动 都是罗技的 其实我挺喜欢罗技 而且它那是第一批 那个罗技的滚轮 特别快的那个 那个时候的无线技术 不是很好 比这种常规的 四五十块钱鼠标要差 就是有延时 感觉要慢翻牌 不能够指哪打哪 所以说玩游戏肯定是不行的 我主要也是办公 其实买G502 开始想着也可能会打游戏 但实际上这八年 竟是办公了 开始PS后来剪硬 既然办公 咱就弄一个办公的吧 说到说后 那个MX620 好像质保五年 五年之内 我换了三个微动 后来又自己换了微动 最后那次是樱桃微动 475块钱买的 最后用了八年 七八年 又一百块钱卖出去了 这是三百多块钱买的 用了八年 也换了几次微动 这是质保三年 那现在那个MX3S呢 质保一年 所以说通过这点 我也挺烦他 还有一个 没用过雷蛇 这次想用用 他家最贵的那个 是魁蛇还是毒蛇 是一千块钱 开始也想买那个 尝试来的 后来觉得没必要 这样的就行 没想到还有这种紧拆封 或者是电商推货版 二百多块钱 更适合了 我怎么知道的这款呢 这款相当没有名气 没有关注 是我问了一个 我关注的一个up主 我问他用什么鼠标 他说他用的是这款 然后我就上网去搜了一下 这款还挺漂亮 是我想要的那种 感觉那种风格 然后才上网调查 至于说买新买旧 这个看因人而异 我感觉这种电子产品 也没有那个必要 这不就和全新的一样 有钱咱们也不能乱还 对不对 这个也支持左右 基于102也擦一擦 买电子产品就是这样 你不要想着用多久 还要一个 就是看你的需求 为什么没选304呢 304跟这款特别像 既然我有了这个 就没必要选304了 另外304的无线技术 和它的这个 这叫出感器 都是很不错的 但是它是定为一个 入门版本 200多块钱 入门版本 是这么说 之前有个评论说 你用惯了像这种502 像这种1500块钱 三四百块钱的鼠标 你要再往下用 是用不习惯的 确实是 这是100块钱的鼠标 只能凑合 并不是说它便宜就不好 而是你在用它的时候 你会感觉出来那个廉价 这是有减入设意 有设入简单 就在我买这个鼠标的 第二天第三天 我那个朋友 他买了一个3S 回头我看一下 它是罗技的死中粉 499 他也极力建议我买那个 其实这次 我也主要是想体验一下雷蛇 没用过吗 没用过就 换一个用力 我得用了20多年的 罗技鼠标了 最早是一个叫 一个光电的 叫什么G2 特别漂亮 是左右手是一样的 那是1999年买的 花230块钱 型号忘了 非常棒 非常不错 非常喜欢那个 圆润的小道型 是蓝色的 也用了很多年 那个之后 又换了一些微软鼠标 后来我发现 微软的鼠标 电池不如罗技的好 你们看我这儿了吗 这是历史的痕迹 我是喜欢这么拿鼠标的 你看 银银纸勾在这里 这个让我看到了 想到了少林寺那部电影 李贱杰在那练功 把地都塌了一个坑 我用鼠标 把鼠标塌了一个坑 历史的印结 另外这个五名二 它是有那个针织编织线的 我给剪了 那个线坏掉很难看 如果没坏还好 后来都秃了皮了 还有一个就是需求 其实我的需求 想打游戏 但是打游戏的机会很少 主要还是放油 最近用剪硬用的比较多 那个时候封控在家的时候 我还买了一个罗技的 比较鹅卵石的无线鼠标 100核钱 真是用不习惯 它也有2.4G 也有蓝牙 真是用不习惯 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无线技术 隔这么多年 还是这么差呢 但是又听很多人说 现在罗技和雷蛇的 这种无线传输技术 已经很好了 可能在这种 贵的鼠标里面才有 差的差不多了 所以就把它和它 封印起来 这是雷蛇的驱动 已经找到了 800可以 1万太快了 以前也太快了 用不了这么多 这个轮循率就是赫兹 一秒钟 鼠标给电脑反馈多少次 分钟进入街能模式 还挺简单的 我刚才注册了一个雷蛇的ID 本来想要添加 这个鼠标的ID信息 发现这个位置 这个贴纸被擦掉了 还真是店铺保修的 另外在Windows系统里面 鼠标设置 这有一个提高指针精准度 这个不管你打不打游戏 这个都要打开 我简单的测试了一下 这个鼠标的这两个键 在简映里边 在时间轴上是可以前后调的 这个我以前没发现 这个功能 这有一个轮 另外这个逻辑 有很多按键 我都没怎么用过 我只用左 右 还有中键 这两个是调DPI的 这有一个切换打 就这个飞轮打 然后这是切换档位的 像这两个基本没用过 这个G更没用过 右侧没有别的键 那这个鼠标 换来应该挺好用的 希望能用两年 用两年就回味 我觉得雷蛇这点是不错的 它可以选择DTI等级 还可以关掉 这样的每次只使用一个等级就行了 比如说1000比较适合我 或者800 相对逻辑来说比较简单 那逻辑的GHub我也用了 好像很复杂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 喜欢的内容 希望给各位一些参考 我们下次见